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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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们放人吗 倒没这么说 只是说要警察局照章办事 没说要放人 这个于白毛 倒学会打官枪了 这还不是李世杰叫的 李世杰 老马那边是顶不住了 范伟辰那小子什么都不肯说 他是彻底没辙了 我去找一下大头 看部长 我是不是现在就送你回家 我现在还不想回家 好 那你去哪儿我送你 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 我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那我就带你四处转一转吧 那你就去司马路那儿转一转吧 好 好 这书店怎么还缝着呀 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啊 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这 谁怎么样啊 这书店不是疯了吗 也不知道老板人怎么样啊 康小姐认识这家老板啊 我在这儿买过几本书 他人怎么样啊 人是个好人 满水河的 嗨 这年头不就是嘛 好人命不成 王八活千年 大老先生 我来这儿是来跟你汇报一件事情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直接说吧 警察局抓的那个信犯的小子 什么都不肯说 这事儿进行不下去了 你的意思是 你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是吗 惭愧 你来告诉我 你抓那个人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 这我跟你说过呀 抓住范伟臣 就是想通过他 查出康子清的真实身份 以此来证明特工部用人不当 甚至跟共党勾结 你们 中国人说话太含蓄了 我来告诉你 你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达到 李世杰 大老先生 我只是希望特工部 能在正确的领导下 把工作做好 你能够有这样的信心 我表示非常地在乍 可是我们现在 不能把困难 就是你 刚才所说的 那个犯人的事情 是的 不是有一句话吗 叫 条条大路 通罗马 如果这一条走不下去 我认为 我们完全可以换一条路 只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好 换一条路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 真正的目的 其实就是打倒李世杰 除了这个 我认为任何的都不重要 为什么 你不去直接寻找一个更加直接攻击他的方法呢 更加直接的方法 来给你点线索 来给你点线索吧 看上书店 曾经被我们线命队下令 关闭过 可是后来又重新开展了 你听说过 这 一定是买通了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的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不清楚 这个人 就是李世杰的司机 太好了 这可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啊 这件事 宪兵队是否查了 李世杰 现在已经是 清香委员会的代理主任 我们宪兵队 不便于在插手调查此事 以免给人造成 日中不和谐的印象 所以 这件事情 就交给你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为了 和他解惧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而 吧 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你这一大早上把我叫来 有什么好事情哪 这叫你来肯定是有好事关照啊 稍过来这套啊 这一个姓范子的事 把我弄得心态头还痛着呢 我这不是来帮你解决了吗 怎么 你有好办法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一个范伟臣已经摆过我弄得骑虎难下了 我再把李世杰的司机抓来 那不是明摆着让我跟他翻盘吗 我一个特高克有几个人呢 明刀明枪地跟他干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你看看你 怎么提到个李世杰就把你杀成这样 他又不是三头六给你怕什么呀 我当然怕了 你们特工部啊 那就是魔窟 那李世杰就是混尸魔王了 你说我 我也就想当个局长副局长的看看 我犯不着 摆我的小命 打上吧 所谓富贵显中求 我说你胆子能不能大点 别跟糯米瓷疤似的软唧唧的 你别怕 你现在的背后是县兵队撑着 他李世杰在核 总不敢跟日本人较劲吧 可 可万一把他司机弄来 再问不出个什么事情来 我 那怎么办呢 不会 这次可是县兵队提供的线索 错不了 再说了老哥 咱就不能秘密逮捕嘛 把他带到一个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大不了最后来个回事 你也只谁知道 这 这 这太危险了吧 我还是这句话 富贵显中求 你要是不想让别人 一辈子把你踩到脚底下的话 你就相信我 再说了 老哥 我们当时为什么要下水啊 说白了 无非就是为了钱和权 这次 可是在日本人面前露领的机会 白白浪费以后就没了 你自己考虑考虑吧 好 我就再信你一次 你说今天 要是康子晴又来了 可怎么办呢 你说天天的躲在家门口 又出不去 前些天呢 是那个王太太 现在又是康子晴 哎呀 我都快被他们折腾死了 你可以出去逛过街啊 我让多三开车送你去 真的 我正好听说呀 那永安商场来了一批新货 我去买些东西回来 决定了 江湖 我去买些 avent 看起来 凌豫 就更损了 好了 说得一 Abgeord 有请呀 他也可以的 不想才巴掌 去永安商场 要不你去认问她 好 谢谢你啊 客气了 那我先走了 上午 永安商场 一定会放开 好 看 干什么 来人拿抢劫了 快来人拿抢劫了 这人别生气了啊 你快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吓死了 师姐 你怎么才回来啊 这帮人都进不到我头上来了 你在这里不会这么绑了走 都别急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绑架你的是什么人 认识吗 不认识 不知道啊 不过他们的手法 绝对不是一般王斐 主任 我一直在想 会不会是军统 或者是共党干 不会 他们绑架一个司机 有什么用啊 主任 主任 有消息了 说 警察局的老宋说 上午的事是他们的人干的 警察局 他们是军心暴自打了 主任 听说这事 有大倒在背后打着鬼 大倒 日本人想干什么 日本人怀疑啊 说 日本人他们怀疑 说呀 主任 日本人他们怀疑 夫人和多三 和共党有关系 那家汉原书店 是夫人出面说得起 多三长人做的忙 什么 怀疑我 他帮八蛋 我帮一个书店 就说我是共党 那好啊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那高局长 跟重庆高高高大大 怎么说呀 那怎么说呀 行行行行了 别乱讲 多三 书店到底怎么回事 主任 主任 这事冤枉啊 这事夫人知道啊 我一个朋友 说汉原书店 被仙明队给封锁了 好长时间也不让开业 那 那我那个朋友 就找我去帮忙说说吗 那我哪有这资格去说呀 我又不敢麻烦你 我就直接找夫人说了 谁知道这事跟他共党有关系啊 我要知道我 我不可能 行了 行了 这什么共党不共党的呀 我看这事啊 他们就是故意找茬 师姐 你说着 你的手下这么多人 你要是不管 我以后我还怎么上街呀 主任 警察局那帮小子太嚣张 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哪还把我们特工部当人看呢 要不这样 我带人去把那主事的小子抓了 把他带到特工部 让他尝尝我们的老三样 你 他把他尝尝会咬一分一半 就来 到处他我已经回来了 就在家 他如果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到我家里来找我 是啊 秋水一人各一方 天南地北亨偏长 你跟辣马说 动手之前就说 是李世杰让他们干的 明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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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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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ína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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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问问 可惜啊 这老马到死 他没拉着一个局长的位置 没着命啊 我就不信 这李世杰命战万云 这么好的机会 都没搬到他 该来的自然对来 时机没到 强求也没有 这世上任何事情 都要随缘 你有机会 多接近一下康子清 小华的事情 还没完 你先等一下 你把眼睛闭上 什么意思啊 BT的 我既然没人 我也有机会 就那个 你先起床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 喜欢喜欢 特别喜欢 不过在这儿弹钢琴 好像不太合适吧 会扰民的 不用管他们 什么意思 想弹的时候就尽情地弹 不停地弹 怎么啦 昨晚没睡好啊 没有 就是昨天范先生跟他吵了一夜 康过长和范先生吵架了 不是吵架 是范先生弹钢琴弹了一夜 弹琴 我都在这儿弹 弹琴弹 你弹你弹了 弹琴弹 还没睡觉也可能弹了 弹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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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黑包是平面 弹琴弹 弹琴弹 弹琴弹没睡 就是啊 这晚上你睡不了觉吧 这和小伙似的一样的吗 快一抄 别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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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 先回一下 再想办吧 不 快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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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处长 你这一大早过来有事啊 没事 没事 我就是经过过来看看 你有什么事吧 没事 没事 我就是经过 我听见范先生谈起 我就顺路看看 范先生 范先生 行了 你甭理他 他谈起起来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也听不见了 真好 来 坐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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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 我真是顺路 我过来看看 康口长 听说昨天晚上 你们家范先生谈了一晚上是吧 累坏了吧 他这人啊 只要谈起前 又不知道什么之类 直到精疲力竞才能停下来 你看看他现在 谈得正起劲呢 真是 范先生 这是经历真好 这艺术家 需要创作的 这个我能理解啊 不过像咱们这一栋楼啊 这上下左右 都是咱们局里头的同事 像范先生那种整夜整夜 不是叫弹琴 大家是吃不消了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接到的都是告状的电话 你 告 告状了 那实在对不住对不住 不过 包处长 我们家老范的情况 你也知道 前段日子不是出那事了吗 后来又住院了 这回来之后 又带不了学生 心里头可闷了 我说这怎么办呢 我就给他租了一架钢琴 给他结解闷了 是 这个我都能理解 是吧 艺术家嘛 需要靠弹琴来抒发情感 像那个那个 贝多芬啊 穆扎特呀 那个谁呀 是不是 就都这样 对 是我都能理解 我也是跟他们这么说的 我说范先生 范先生跟我们不一样 人家 人家是这个艺术家 需要创作 情感来了就要抒发 是吧 像他们那种俗人嘛 俗人嘛 还是要睡觉啊 是吧 你能不能合照 跟范先生说说 请他晚上不要谈的那么晚 让大家会好好休息休息 是不是 我明白 可是也没办法 您是知道的 这种搞艺术的人 跟咱们正常人脑子 是不一样的 这创作激情上来的时候 那有时候会杀人的 您知道那个梵高吗 梵谁 就是外国的一个画家梵高 你说这人有多邪门 他跟朋友吵架 竟然把刺激的耳朵给割了 不是 脾气不大好啊 这这 那后来那个范先生怎么样了 自杀了 这 这事还不太好办啊 那你跟范先生你好好聊 你可不可以给范先生 激出点什么事来 我就是担心这事 真是 不过您放心 我尽量地劝劝 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 那就麻烦您了 好 麻烦了 我不送您了 没事没事 好好劝劝啊 回见 来 全体速力 向党齐三鞠躬 宋独总礼遗嘱 于智力 国民责命 于智力 国民责命 凡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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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目的在求 军国之自由 平等 其目的在求 中国之自由 平等 即四十年之经验 体力 新四十年之经验 以四十年之经验 全部我 你一表示 深知与达出目的 必唤起民政 必唤起民政 即联合世界上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即联合世界上 待我平等之民族 共同奋斗 共同奋斗 进来 主任 对不起 我知道这件事 我们做得不对 可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家老饭的脾气上来 我 没 没辙 我找你来 不是说这件事的 对不起 看看这个 这是范先生在警察局的审讯里 他们这要干什么呀 凭什么要怀疑我呀 别激动 我能把这个给你看 那就说明我对你是信任的 不是 他们既然怀疑我了 什么共产党 什么军统的 直接把我抓了不就得了吗 拿我们家老范做什么事啊 他就一弹琴的 别激动 我是相信你的 我一直主张 人和人之间应该以城相待 现在耳语我扎的东西太多了 特别是干我们这一行 如果人和人不能以城相处 堡垒将不公自拍 谢谢主任对我的信任 以后 我要很多重要的工作 你找你呢 你放心 我肯定会尽力完成的 上一次 你把质问他做好 非常好 可是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拿到钥匙 所以 小华的事情 你要继续查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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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